惊人咬完音绝 是我的孩子了吗 你爱人的 现在人家说他是人犯的 小心你告诉我 苗苗现在在哪 我去找啊 这是哪 到了这里 秋香炮出 他们看着慢慢寻清路 现在只要能找到苗苗 其他的什么都不重要 一定会找到的 就什么把孩子扔了 那还能怎么样 只要是不死在咱们手里就行了 出发栏目剧《回家的路》 第二集正在播出 我是燕子 在这里做义工的 要做此事 自己想着 我明天就到YD进货去 你看那个妞儿能吃多少钱 被燕子手机一直打不通啊 这我妹妹箱子 这人呢 这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 你回去提前准备一下 你们现在该怎么办 我要回家 我要回家 沈苗 我有个地儿 价钱还挺高的 坏了 苗苗是不是遇上人伴子了 看普法故事 凭百味人生 这里是普法栏目剧 我是主持人 图画 今天我们要继续为您讲述 六集迷你剧集 《回家的路》 第二集故事 昨天我们看到 何慕子和东尼 是一对普通的夫妻 他们有一个可爱的儿子 叫做苗苗 夫妻二人一直把苗苗 视若掌上明珠 可是就在三个小时之前 苗苗却突然的失踪了 与孩子离散 犹如一道晴天霹雳 让木字与东尼 陷入到痛苦和困顿当中 他们一时间无法面对 更加无法接受 他们此刻正在焦急焦虑 又茫然的四处寻找的孩子 另外一边城市女孩谷小燕 在去往外地的路上 也遭遇了不幸 而制造这一系列悲剧的 都是同一个人贩子 这个人名叫做沈娘 十分的阴险狡猾 现在沈娘已经将谷小燕 卖给了娱乐中心的侠姐 并且挟持着苗苗 继续向城外逃窜 而负责此案的夏小星 虽然掌握到了 沈娘逃窜的路线 但是此刻距离苗苗和小燕 被拐已经过去的 整整三个小时的时间了 一旦沈娘逃出了城 一定会增加抓捕的难度 此刻他们都在于时间赛跑 和苗苗患有严重的白血病 身体非常的虚弱 如果不能快速找到它 没有可能会危机到生命 而如果人犯的发现苗苗的病情 也不排除被半路遗弃 甚至杀害的可能 从监控画面上看 实施拐骗的这名犯罪嫌疑人 正是我们要找的沈娘 我担心的是 他们已经有足够的时间 出城 可是我们已经把沿街 所有的路口都已经封锁了 不能瞧瞧他们 我们要扩大搜索范围 连续周边各县 公路巡警和收费站 一旦发现 立即破压 是 沈娘 你说 咱们在这绕来绕去 绕什么呀 别忘了那几个党媒带 是怎么进去的 那不是 那要走到什么时候啊 再坚持坚持吧 一会儿出了城 我们就搭车 好 队长 他们刚走过多久 小晗 你从那边追 我往这边追 晚上一个人行动很危险的 过这么多了 那你小心啊 累死了 不得了 你别这儿真的很容易啊 不是什么呀 不是什么呀 咱废这个劲干嘛 你别这儿这么容易啊 啊 啊 随便找一个收人的闷 谁不是闷 你懂个屁 兔子不吃窝边草的 道理不懂啊 我看你啊 我看你啊 就是胆太小了 我要不小心点 早进去了 你啊 以后都跟我学着点 我可学不来 我又不是娘吗 噓 噓 有人 快 快 走 快 快 不会是警察吧 苗子 去 把那个人给我掩盖 我不去 停会儿 一芬姐别想得到 沈娘 你可别靠我 快点把牌子给我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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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p 快 快点 就俩 快 快点 真正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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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宝贝儿 你可终于醒了 小妹妹 你别怕 我这里很安全 你是谁 这是哪儿 你 你为什么要把我带到这儿来 是我从别人手里花高价把你买来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放了我钱吗 你给大姆多少钱 我出去以后全部都还给你 那可不行 凭什么信你呢 快点 把她衣服穿上 我带你出去 见见世面 我不去 我不去 到了老娘这里 可忧不得你 我不去 你放开我 我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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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放开我 我不去 我不去 你放开我 我不去 小姐 这种货子你叫过来陪我 你杨哥新来的不懂事 你多担待点 带走 杨哥 带走 要赶紧过去出去 队长 昨晚袭击我的 很有可能就是人贩子 你看清他们什么样了吗 不过那条路通向省道 他们很有可能是搭乘过路的长途汽车往省外逃算了 那个时间段有近百辆可车 按时间算 恐怕人贩子已经将孩子转移走了 苗朗大 找到苗朗大 公子 对不起啊 小姐 你告诉我 他们把苗朗带到哪去了 为什么偏便是苗朗啊 木子 我们呀 应该家派人脸 苗朗现在病得很臭 我怕等你们找到了以后 就来不及了 小姐你告诉我 苗朗 苗朗现在在哪 我去找啊 我去找 小姐 你看那老同学的面子上 你告诉我 我去找 行吗 我求求你 我求求我求求你 行不行 你告诉我 他们很有可能是一伙跨省买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排查留村的往来车料 相信不久就会有线索的 我求求你 我求求你 苗苗 真的是你们 苗苗 你回来了 苗苗 别怕我孩子 妈妈 爸爸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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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你这是我的孩子 我的孩子 不是 Uzuk 这是我家孩子 这是我的孩子 大概部分的 大家个小时 这是我家孩子 看看 东京 出什么事了 你是谁 我是他爱人 他怎么了 是这么回事 你爱人在街上抢人家的孩子 现在人家说他是人贩子 东京 走 咱们回家 苗苗 我要苗苗 我要苗苗 这样 我们先等一等 现在人家孩子父母 还在隔壁等我们的处理结果 咱们 不用那检查中证 情况我们都了解了 3 4 5 6 5 6 6 8 9 5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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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 9 7 nunca 8 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先送你回家吧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是 沈娘 这孩子一路都没吭声 不会是憋死了吧 沈娘 你看 他流鼻血了 不会有什么病吗 不行 得带他去医院瞧瞧 不然死咱们这可惨了 你要去你去 我可不去 你还想不想要钱了 万一被认出来怎么办 那行 我陪你一块去 走 快点 大夫 这孩子到底怎么样啊 你这个孩子什么人啊 我 我是他姑 白血病 我现在给你开点药 然后呢 你通知孩子的父母 做一个骨髓配型 不能再拖了 停车 停车 救我贝啊 可不是我要把你让这儿的 这万一以后 要是做鬼了 可别来找我 你还不快走 就这么把孩子扔了 那还能怎么样 关键这荒郊野外的 这孩子不死定了 只要是不死在咱们手里就行了 这有区别吗 开车 你开什么气啊 快点开 我说沈鸟 你说咱做这点买卖 这钱还没到手 这没准还成杀人犯了 你什么意思啊 我意思是那孩子扔了怪可惜的 还不如便宜点给别人 蚊子在小它也是肉啊 这扔都扔了 就是捡回来 也是个死 怎么办 关键是 这扔到荒郊野外的 就等于喂狗了 万一死手里怎么办 死手里再扔了呗 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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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关键吗 嗯 我报个案 队长 刚刚分局那边接到报案 说有一名儿童被遗弃在路边 根据描述 很像怒死的孩子苗苗 走 去看看 孩子 把我儿子还给我 干嘛 干嘛 你们这事 孩子 对不起 都是妈妈不好 妈妈不该把你一个人丢在这 对不起 你们是孩子家长 你们心也够狠的呀 这么小的孩子 这么冷的天 你们就给他放到路边了 多快碰到我了 要不非得冻死了 这位大哥 您是不知道 我们家孩子 得了重病 我 我实在是没有钱给他治病 我也是没办法呀 你们凭什么证明这孩子 就是你 就是你们家的呀 我说你哪儿那么多事啊 彪子 这是那个孩子的化音蛋 这孩子不是我姐的呢 那倒是你啊 行了行了 把孩子抱走了 走 害得我白抱了警 兄姐 莫子 怎么了 要的 这位大哥 你是好人 你好人会有好报的 谢谢你啊 谢谢你了 走 哎 张大佬 你回来把孩子抱走吧 等警察来的再说吧 要不警察会再说报假案 快点 你许吧 到底是不是 有什么意思 有什么意思 看什么 你听什么意思 给你 我听说 你不是 我听说 你还看 什么 孩子又被发走了 他们往什么方向走的 好 我知道了 队长 他们往车站的方向走的 快 追 没有 你找上 那边也没有 走吧 没有 太险了 差一点就飞了 一会儿下一站就下车 我怎么分头走 你要去哪儿啊 现在这边都安全 咱们得另一个地方找来一下 那你别把我那份忘了 想什么了 你还怕我独吞 放心吧 少不了你的 你还怕我独吞 你在家等我休息吧 我走了 要去多久 我也不知道 找到了就回來了 現在只要能找到淼淼 其他的什麼都不重要 走了 走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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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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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找到的 一定会找到的 走了 走了 妈 我回来了 这怎么还咳嗽 要实在不行了 咱还是去医院吧 长青 我没事 面子什么时候回来 该得过两天了 我都想燕子了 你能不能让她早点回来 行 今晚上我突然给她收回信 手机响了 你接 你好 我是顾长青 对 是我给你们打电话 是这样啊 我妹妹失踪一周了 我想在你们报纸上等一条巡人去世 好 那个资料我把鞋传给你 好吧 好 谢谢 妈 鞋子怎么了 鞋子怎么了 鞋子没事啊 你骗我 鞋子到底怎么了 妈 妈 妈 你没事吧 妈 妈 小青 你看看这个 这是 这是扫红办的同志 刚刚转给咱们的失踪少女资料 你比对一下失踪人口的答案 看看有没有是被人犯的拐卖去的 可是 我手上找孩子的案子还没有头绪呢 再没有具体线索钱 咱们需要从其他方面寻找一下突破口 好吧 队长 你快看看这组监控照片 她好像就是燕子 拍摄时间 正是燕子丢失的当晚 那这一男一女是谁啊 沈娘 你换上被衣 咱们一起走一趟 咱们一起走一趟 小娃 醒了 我告诉你 到了这里 休想跑出去 还有 如果你不听我的话 不去陪客人 我把我打死你 我就算是死 我也不会去 你这又是何苦呢 等你 帮我赚够了钱 我自然 是会放你走的 你又何必 要往死路上走呢 嗯 我哥 他是柳铭的企业家 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的 我管你是谁 到了这里 你就是老娘 我养的一条狗 我 我 有 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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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我们来梳理一下本集的法律问题 侠姐收买古小燕 以及农村夫妇收买苗妙的行为 经触犯了收买被拐卖妇女儿童罪 2015年11月1号之前 实行的现行刑法第241条规定 如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对其有虐待行为 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 阻碍进行解救的 应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或者管制 如果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 按照被买妇女的意愿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的 对被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这里要特别强调一点 2015年11月1号起实行的 刑法修正案9中 正式将该条款修改为 收买被拐卖的儿童 不阻碍其返回原居住地 对被收买儿童没有虐待行为 不阻碍对其进行解救的 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也就是说 刑法修正案9将现行刑法的 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 修改为可以从轻处罚 或者减轻处罚 这就意味着自刑法修正案9正式实行以后 收买被拐妇女儿童的 都将一律被追究刑事责任 因此 自2015年11月1号起 只要收买妇女儿童的 均被处以刑法 另外 霞姐在收买谷小燕后 限制小燕人身自由 对其殴打的行为 触犯了非法拘禁罪 根据刑法第238条 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 犯非法拘禁罪的 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 拘役 管制 或者剥夺政治权利 具有殴打 污辱经节的从众处罚 还有沈娘彪子 在得知苗苗患有白血病后 将其遗弃在郊外路边 放任苗苗死亡结果的发生 他们的行为 已经构成了故意杀人罪 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规定 故意杀人的 处死刑 无期徒刑 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 情节较轻的 处三年以上 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故意杀人罪是行为法 只要行为人实施了 故意杀人的行为 就构成故意杀人罪 我们再回到故事里面 苗苗的丢失 可以说掏空了这个家庭 东宁是私子心且意识恍惚 甚至忽然路人的孩子 木子是他的儿子苗苗 而木子也再无法回归到过去平均的生活 他带着一定要找回儿子信念 踏上了慢慢地寻心之路 品尝着希望和绝望交替上演的痛苦 而同时 古长青也同样行走在这灰暗的世界里 他未曾一刻地停歇过对小燕的寻找 却依然是杳无音讯 牧子和长青 此刻都同样饱受着 失去至心的痛苦折磨 他们此刻唯一能做的 就是不放弃 继续地找寻下去 而我们知道 苗苗为沈娘 转卖起了农村的一对夫妇 并且向他们隐瞒了苗苗的病情 但是养父母迟早会发现 苗苗身患重病的事实 那刚才苗苗的 又会是怎样的命运 而现在我们看到 燕子是拒绝陪客 这彻底地把侠姐给惹怒了 那接下来 侠姐是否会对燕子进行伤害呢 他们的命运牵动家人的心 也同样牵动着我们的心 现在警方也掌握到了 沈娘拐走小燕的很多线索 我想我们也在热切地盼望着 警方能够尽早向不法分子 绳之以法 到底接不接客 你休想 把你买了那个牛趁早都带走 我卖到最偏远的地方去 给你找了一户好人家 过去以后啊 就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我就是你爸爸 他就是你妈妈 我要回家 你见我这个小孩吗 他们两个人带到了南州车站下的车 给你找一大伙 刚碰见一个找孩子的 看菩萨故事品百倍人生 这里是菩萨栏目剧 我是主神图画 再见 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